好我們看到了這個最新的現場 這是剛剛這一起意外 趙氏者還有他的友人到靈堂上香 而根據呢附近旁觀的居民來描述 趙氏者也有下跪來認錯 現場狀況連線給記者陳立如 好是的主播觀眾朋友 那麼透過我們這個 在經過一天一夜之後呢 透過這個台中定義館內的監視器 畫面可以看到 就在剛剛兩點多鐘的時候 兩名年輕人呢 來到這個死者的靈堂前 下跪認錯 看到兩名穿著白色上映的年輕人 就對著死者的這個 臨堂前面來下跪 道歉認錯 剛時這個死者家屬 還有死者相戀了30年的男朋友 就在旁邊 雖然情緒很激動 很難以接受這個趙氏者的行為 但是還要強忍著悲痛 來接受這個 兩位趙氏年輕人的回憶 來聽聽看 當時這個在旁邊募集 整段下跪道歉認錯 對阿民眾 上鄉跪一下就好 我不曉得有沒有上鄉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沒有很仔細看 我只看到兩個年輕的嘛 對阿跪著 忽然開那黑色的浮屍小型車回來 衝撞三角錐衝撞一次 然後就跑掉了 人家以為他是跑掉了 人家以為他是跑掉了 然後過一會兒又回來 衝撞第二次 就要繞我姐的腿了 警察那第一次他都沒有制止了 他也沒有說要強迫他們離開或怎麼樣 第二次他在壓的時候 我跟警察說 你怎麼可以放縱他這樣子 我看他的誠意怎麼樣了 都沒有跟我們聯絡 就說過話 不說不說不說 那麼這是死者的弟弟喔 他說呢 早上警方是表示說 看到這個肇事者的友人呢 輾過這個姊姊的遺體是一次喔 不過呢 死者的弟弟目睹整個全部的經過 他說其實呢 肇事友人開車輾過姊姊的遺體 是有兩次的喔 他們真的是無法接受這個肇事者的行為喔 那麼兩位年輕人呢 在剛剛喔兩點鐘的時候 來到死者臨堂請下跪道歉 但他們非常低調喔 不動聲色的進入殯儀館內 而且不動聲色快速又離開 停留了不到大約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喝了酒撞死婦人態度囂張 兩位年輕人表示回憶 但死者家屬喔 死者弟弟說他們無法接受 這是我們來自現場為您掌握的精英情形 把鏡頭交換給頭內 好當然看到在臨堂附近 這死者的家屬還是非常的哀痛 但是呢 就肇事者還有有人是不是有到臨堂 是不是有下跪喔 這是旁觀者的一個描述